《國家氣象局》發布了灣區內陸地區和中央海岸的耗熱警報 將由星期五持續到星期日 預計到星期六 內陸地區最高氣溫將達到華視90度至110度 今個星期從星期二開始回暖 從北灣到Montaway縣南部的內陸地區氣溫將升至85度至90度 預計氣溫從星期五開始將達到高峰 灣區、北灣和中央海岸的大部分地區將面臨中導致重度高溫風險 《國家氣象局》警告 由於相對濕度較低 這個週末的乾燥炎熱天氣都增加了內陸火災的風險 而內陸山谷的夜間氣溫可能降至60度左右 但山區預計將保持在70度至80度之間 與此同時預計星期一氣溫將略有下降 而海岸地區受海洋影響 增活氣溫將持續在65度至70度左右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